我们认识八年了 在一起也快两年了 但这么久以来 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们 就是如何跟异性相处的问题 他认为有异性朋友没什么 但在我看来 异性之间没有纯粹的友谊 我们因为这样的事情吵过很多次 他明明知道我很在意 为什么就不能改变一下呢 他就是小心眼 还喜欢看我手机 明明没什么事 他却立马就变脸了 跟他解释也不听 自顾自地发脾气 我真的很累 我这次来就是想知道 到底该怎么面对异性朋友这个事 他总说跟他们没什么 那为什么不惜让我生气难过 也要跟他们继续保持联系呢 几乎他的每一个要求 我都尽力在满足了 每次争吵都是我在哄 但他还是那么苛刻 难道就不能理解理解我 成熟一点吗 因为和异性相处 而影响到了情侣之间的感情 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豪23岁来自河南学生 女嘉宾小林21岁来自河南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女生在这小片里说 你们俩都八年了认识 谈了呀 谈了几年 谈了两年了 谈了两年了 就是因为跟异性摘不清楚 所以你来这儿了 是吧 对 我们就是吵了很多次 吵不出来结果 今天是来这儿吵结果的是吧 举举例子 怎么就觉得不合适了 就从最开始说吧 其实我是不反对男生玩游戏的 有一次我就开玩笑地一样问他 我说你不会在玩游戏的时候待妹吧 因为我在玩游戏的时候 男生待我 我都不会跟他们玩的嘛 因为我也本身挺讨厌待妹这个行为的 当时就是跟我保证挺好 说呀 不会的 哪会呀 这待妹就是和女生一起打游戏 对 是吧 是 然后有一次 然后我就看她手机 就发现都十二点多 快一点了 然后她跟一个女生说 来上校玩游戏吧 自从我们在一起之后 游戏我基本上就不打了 打了还都是跟你一起的 好不容易有一天嘛 隔了好长时间没有碰电脑了 终于有个机会了 我就想办法先把她哄睡觉嘛 说假装我也去睡觉了 你也去睡觉吧 对呀 这也是我更生气的一点 就是我看到那女生 她给那女生发了之后 我就去查我们两个聊天记录 就当天她是这边先跟我说 她困了 要睡觉了 然后转头又去那边 找那女的去玩游戏去了 是不是骗我嘛 那也不是我找她 那只是我们在游戏的项上 她叫我了一声 然后我当时没有回 然后就从Q里面回她了 和她一起啊 来吧 而且也不只有她自己 对吗 我们五六个人一块打呢 就是打游戏这种事嘛 自己打得挺无聊的 那你为什么骗我呢 你隐瞒是不是就是怕我生气呢 你既然知道这样做会让我生气 你跟我保证过了你还这样做 那你也不能因为咱俩之间的事 影响了我们家庭之间的大团结 对不对 那天我们在家吃饭呢 拿着我手机去给我妈看了 当时就哄不好 咕咕咕 非要哄 就是不行 就给准婆婆告状 是这意思吗 我承认当时是我不对 主要当时不仅是指导她们玩游戏 那女生说话也挺暧昧的 还说什么 你有女朋友都忘了我了 这样的话 而且当时我也不是拿给她妈看 是她跟她妈在一块呢 我找她说了 她妈在旁边 当然也不可否认 我有点的意思 就是反正就是 你不让我舒服 我也不能让你痛过来 是这意思吧 是 行 还有别的让你觉得不舒服呢吗 因为以前吧 我觉得我还是挺信任她的 在她这方面 我也没有发现有这些问题 但是自从这件事之后 就感觉有了信任裂缝吧 从那之后她又特别防着 我看她手机了 你为什么不让我看呀 首先这种小事 我觉得拿欺骗这种词来讲的话 它是不合适的 就是因为我想打个游戏 但是跟了你不喜欢的人打 我觉得这是一个小事 她不能用这么欺骗 这么严重的词来形容 你就告诉我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你手机 你态度不端正呀 对吗 你要是说 你是为了关心我 看一下我每天都干了什么 那完全可以 你那一副就是要找事 我今天就是要跟你吵一下 就是今天就是不行了 我心里有火要发 那我能让你看吗 那我是那个态度吗 你要是没事 我能找出来事吗 那你手机里什么都没有 我还说你手机是事吗 就是说说找出来什么事了吧 好不好 别纠结在这儿 之后就有一个 他要参加高中同学聚会 我想跟他一块去玩 然后但是他说 高中同学 你又不认识他们 你带着你不合适 那我也想的确实 我要去了确实也挺尴尬的 他说好几年没见同学 然后我就不去了吧 不去了我就说 那你结束了 我就去接你 结果他又死活不让我去接 那我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接你 你是怕别人看见吗 还是怎么着呢 我能怕别人看见吗 那咱俩好了之后 那是朋友圈没有发呀 还是动态没有发呀 那我不都昭告天下 我妈都知道咱俩吵架了 我还怕人家看见呀 那为什么你不让我去接你 那天时间根本就是冲突的 你那边结束了 我这边刚开始 你还非要去接我 而且咱俩回去 你那边是顺路的 你来我这还绕远了 你那都是理由 不是后来你去接了吗姑娘 最后也让她去接了 接了还不如不接呢 咋了 她为这个事 我们吵了好长时间 我是去了 去了之后 我就坐在她旁边嘛 一看就十个人 而且带上她就三个男生 同学聚会一会儿连移呢 然后她在那儿 上蹿下跳的 差点没蹦 桌子上了 跟那对边的女生 就互动得可 看着我心里可不舒服 而且都要走了嘛 我站在她旁边呢 她还调侃人家女生说 你这是个子长高了 还是穿高跟鞋了呀 那我心里能舒服 你让我这女朋友面子往哪搁呀 我觉得吧 本来就是同学关系 而且一块着急相处了三年 就关系本来就非常非常的纯粹 当时你说女生多男生少这个事吧 她本来是我们是二十多人去的 包了两桌 但是搁几个正好有事 她没去 那也不能不去了呀 那去的人就在那儿吃顿饭嘛 而且我内心来说把他们当兄弟来看 你看啊 经过上次在你家那个事 我也知道我上次太冲动了 就在你同学面前虽然我不高兴 但我又没有表现出来 就结束了 我还是跟他们喝喝气气 再见呀之类的 但回去之后 你说什么啊 就我当时不太开心嘛 就直接跟我说了一句 看 我说不让你来吧 我就知道你来了会生气 那什么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呢 那这事也不能连着一吵就吵三天呀 身心特别特别的 疲惫 对 疲惫 就受不了 而且一看见她那个窝窝脸 一看就是要吵架的样子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心里难受 是因为这件事到一直都没有解决 就你老说你可有道理了 你说你跟那高中同学见到可开心了 关键是参加这个高中同学聚会之前呢 我还看到就她那高中同学一个女生嘛 还给她发信息让她骑车去接她 然后带着两个人一块去 还让她给她带水 后来我还看到她还删了 她跟另外一个高中女生的聊天记录 我说你为什么删呀 你当然怎么跟我说的 那你看到了不又有事了吗 那你告诉我你没事 你删了干嘛呀 那在我心里是没事了 在你心里怎么想我就不清楚了 那我觉得你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不需要我了呢 然后我就跟她提了分手 你提分手了 她没同意 她同意了 那就分了是吧 那对啊 那能不同意吗 她当时话是怎么说的 你今天就算是跪到这儿求我 明天我还是要分手 那我能怎么办 就反正我是不贵的 对不对 后来呢 我们中间分了两个月 然后后来又复合了 谁提出的复合 她提出的 然后你就同意了 是她先夹的我 她说她受不了了 想我了 夹我了 然后我来 本来是这么回事 就其实我们两个 就是我们大学本来一个 不是一个大学 但是她专生本就考到我们学校了嘛 然后我们本来还差一个月 我们本来是异地 再熬一个月 我们就能到一个大学了 就挺开心的 结果离开学 就剩一个月就分手了 然后开学了之后 我也知道她在我们学校嘛 就其实心里也挺不舒服的 那有一天晚上我就 梦见我夹她了 然后起来之后就没有忍住 我就去夹她了 但是我夹她什么都没说 是她先主动说的 她说对不起 是她以前太幼稚了 或者说你要不想跟她和好 就不和呗 姑娘 不能委屈自己 就是其实心里还是有她了 其实心里还是有她了 我也意识到 是我确实是 既然她那么不喜欢 我觉得我是可以舍弃的 这些东西吧 我就应该为她做出点啥 所以说我才跟她道道歉 就复合了呗 复合不就好了吗 当时她给我保证地考好了 说她以前的那些事 她都不会再做 我介意的事情她都会改 因为我也不傻 既然有分过一次手了 如果说分手的时候的问题 没有解决好 那复合了肯定还会因为 同样的原因再次分手嘛 然后我就选择相信她 结果就是过没多久 我也知道 在我们分手的期间 她跟一个 也是一个高中女同学 关系挺好的 然后一块吃过饭 还帮她拿过行李 还买过奶茶 一块上网玩过游戏 还吃过饭之类的 咋了呢 就是有一次我们两个 一块回家的路上 然后那女孩又给她 发了一个信息 说要不要一起回家 我心里就犯嘀咕 我就看她怎么表现 结果她又发了一个 我在路上了 我就觉得你这 暧昧不清的 什么叫你在路上了 你在路上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次在路上了 但下次提前说 咱俩可以一块 是这意思吗 然后我就用她的 信息改了一下 我说我跟我女朋友 一块在回家的路上了 结果那女同学 她又是因为我觉得 两个人成为朋友的前提吧 你肯定两个人 对对方有好感 就你有吸引对方的地方 才能成为朋友 不然你要讨厌这个人 你为什么会成为朋友呢 那既然是异性 又对方有吸引对方的地方 那还是有可能的 而且我觉得每对情侣 都不可能是从陌生人 一下子变成情侣的 包括我们也是 从异性朋友发展的 最最重要的是 我很介意这个事情 你为什么就屡次不改 非要去犯事 就算是你有那么多理由 你欠人家人情也好 但你还不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看到这件事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什么后果 就我们已经因为这种事 分过一次手了呀 那你不忍受她就走啊 又舍不得 女朋友其实说得很对 人就反感这个 你就不能改吗 是 我改是一个 总是有一个时间过程 对吧 改变 你承认你错了 我没办法呀 你还是觉得你是对的是吧 不言下他不得不低头啊 哎呀 坏了 这孩子就压根没认识到 自己是错误的啊 问题这个事吧 我完全可以理解它 如果你不喜欢 不喜欢这样做的话 我可以不这么做 对吗 但你不能有过激的行为啊 他干嘛了 当时这么回事 其实我承认这件事 还是我冲动 我知道我有自己这个毛病 因为昨天的表现 我们两个也是刚复合不多久 结果又整了这么一出 我本来还是挺相信他的 他这样做又让我觉得 他处理不好这样的事情 你以为我想介入吗 是因为我给你机会了 我觉得你没有处理好 所以我想插手 因为你那样表示的 不明不白的 就你让人家什么想法呢 然后我就给那个 用他的号 给那个女生发了 以我自己的名义 我说我是他的女朋友 我说我知道 你们两个 在我们两个分手期间 还是挺亲密的 但是我们两个 现在复合了 你们要是继续这样 我这个女朋友心里 是会有点不舒服的 我说实话都是原话 没有说刻意委婉怎么样的 就是我当时就这么 给他说的 然后我还看到 他给我男朋友说 他跟他男朋友 这样的事 还说他男朋友 有多么多么不好 我还给他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说你跟你男朋友 多沟通呀怎么样的 我说但你这样 跟我男朋友 继续这么亲密 我相信你男朋友 知道的话 你男朋友可能也会不开心 那女孩劈头盖脸就骂我 就还说 呀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 我们高中就认识了 那我还没说 我们初中就认识呢 你们两个好不好得到最后 还不一定呢 说我男朋友 才不像你那么小心眼呢 我当时就挺委屈的 然后他来了什么 他说 你自己说吧 我不想说了 我觉得就本来好好的 你说了什么 我说了应该的呀 他说人家骂我是应该的 你就这么说他 他说人家骂你不想想 人家为什么骂你 不想想自己的原因 本来好好的 啥事也没有 非要去看我手机看一看 再找人家理论一番 你看你现在还是说人家 就他把自己画了 跟那女生一个界限 他觉得人家可无辜 我就是在找事 听明白了 就是女生觉得 男生跟异性的交往 这尺度有点过分 对吧 没有掌握好 你不是不让他跟异性交往 是这意思吧 是正常交往 我承认是我 我觉得可能有的女生能接受 但是我可能就是 不是 咱们不说别人能不能接受 这个不重要 我们其实都知道 恋爱当中两个人的感受 是最重要的 对吧 那我就 你对他的基本判断 你判断 比如说这小子是油嘴滑舌 这小子是偷换概念 这小子就是一个花心男 这小子就到处这个 沾花惹草 你判断他到底是哪种情况 我觉得他可能是属于那种 不会处理吧 你这女朋友说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 就是你女朋友以后能不能 让余老师送他回家 骑个自行车 可以吗 那必然是不行 为啥 因为那 假如余老师跟他是高中同学呢 行不 那也不行 为啥 那 看是 那也不行 行 那就是假装是曲老师 要求一起吃个饭 行不 吃个饭吧 是不是 你看他也在为难吧 吃个饭就吃个饭吧 对吧 大方 能吃哈 他怎么吃了 他跟谁吃了 对吧 就他们俩吃 那我得跟着去 对吧 不带 就是我吃 不带 不带 人家就跟他吃 我们是同学 那 不带行吗 为啥 这种行为吧 其实就有点过了 我觉得吧 就是 人吧 得从内心出发 对吧 所以 所以这个生活里面 就是恋人之间这点事 你特别有意思 你知道吧 查听 他这个女孩子有点过分 但是你把她往女孩 那角度一安 又觉得好像男生 有点过分 是不是 你自己想想看 咱们这个就放在一边了 就是 这种行为背后 它到底在折射 一段关系当中的什么 我觉得是我们应该 重点去思考的 那让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奔卷 女生对这个 其他异性的 和她相处的 这种最大的担心就是 万一会发展成什么情况 因为她不会处理 其实本意是在意 同时也提示说 我怕失去这个男朋友 那么这种防患于未然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它可能会导致 你更多的情敌出现 包括刚刚说过的 有一个发生争执 未来她还有更多的机会 可能不小心 又和其他异性打交道了 那有可能 你又冲上前面去 你发现 有可能会发生 一个新的冲突 我打个比方 外面流行感冒的话 那我们就得戴上口罩 其实我倒觉得好像 你就是你男朋友 那个口罩 外面有各种的病毒细菌 怕感染上 万一口罩没戴上的话 这就有可能会感冒 发烧 得上病对不对 但实际上口罩 你不能天天戴着呀 所以这样你也挺累的 对吧 为什么哭啊 就是觉得之前挺委屈的 我看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 不是外面病毒多了 也不是你的口罩戴得不够严实了 因为它不能天天戴着口罩生活 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 这种信任和感情 出了一点问题 就是除掉这个疫情关系之外 它好像没有钱那么对你好了 没有那么体贴了 你觉得你们俩感情 没那么的紧固了 所以你就防防于未然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 它会离开你 把口罩做得再严实 远远不及 把自己的免疫系统 做得更好 你有一份时间精力 不妨巩固你们俩的感情 因为是这样的 当你们俩感情好的时候 再度的美女 她无法诱惑她 当你们俩的感情出现裂痕的时候 即使不是那么的美女 甚至你觉得不可能的事 都有可能会发生 婚姻当中也好 还是我们在恋爱当中也好 永远有比较 我们只有把自己做得最好 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男生也挺好了 他看似在那个地方找你的问题 我们不要头痛治头 脚痛治脚 那不是个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是你最近忽略了她 你对她的关心不太够了 所以女人就会找着各种的查 我们经常会形成女人 要无理取闹 其实根本就没有无理取闹 没有道理 还取什么呀 闹什么呀 闹情绪 取什么呀 取关心 看似好像说的都不在理 但实际上她的情感 已经匮乏了 她去爱了 你给的关心和爱不够了 所以她可能会 在各个角度找你的麻烦 当你的关心给她满满的时候 她就会变成那些傻女人 就不会找你的查 也不会讲那些道理 感受非常重要 抓根本 做重点 好吧 好 谢谢余老师 来 严老师 这女生一直在哭啊 其实我倒是想 换一个角度去跟你沟通 就是到底有没有那么严重 或者是说为什么 像余老师说的 她可能现在会和以前不一样 没有那么关心体贴了 你说话很有逻辑性 那如果我们用逻辑的角度 去看待你的男朋友的话 其实她是一致的 她对待别的女生 有空间 你觉得对你有保留 她会和其他女生 有相对你认为 超出你能接受的亲密的交流 就是她的这个线啊 比较的松 可能别人有情感交流 或者是想要聊天 想要近距离地沟通的时候 会找她 她也会答应 而这条比较松的线 她一样对了你 所以你可以随便看她的手机 甚至可以随便拿过来 她的手机 跟她的朋友去发微信 可以去和人家聊天 这在一般的情侣关系中 不是特别常见 我们可以说 这个情侣之间 手机不设线 是应该的 但是真的就能够让女朋友 无时无刻可以看手机 还能回我朋友的微信 也不常见 所以她给你的这个线 也是我个人认为 是边界不清晰的 所以这样一个 本身就对和人际关系 无论是亲密关系 还是朋友关系 界线不清的人 很难去要求她 对我完全放松啊 我可以随便看你的微信 我可以随便回你朋友的话 然后说 你对其他的同学也好 异性也好 不能那个什么 很轻易跟他们聊天啊 这个逻辑是一致的 思维是一致的 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明白吗 如果她能够和女生 分清界线 不和人家聊天 她也一样不会让你 回女生的微信 对吧 你问余老师 太太的微信 可能你会看到 但你绝对不帮她回吧 这是有一个边界感的 所以她是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你应该 更多地去问问 自己的内心 这种类型的 有可能和异性交往 相对轻浮了一点 但也可以换一个词说 有可能是那种老好人 你能不能接受她这种性情 这个你要去做评估 没有人能替你拿主意 如果你能接受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就像余老师所说的 用爱去关怀她 而不是揪着她 和异性的交往 去推进你们的感情 就还可以相处 如果你接受不了 那你就放弃了 以后她可能还会这样啊 日子还长呢 三年五年 三十年五十年 未见的就能改掉 所以这个是留给你做判断的 而男生呢 我觉得你确实在这段关系中 不够用劲 不够用心 所以才有了更多的保留 我相信如果她和你分手 你可能很快就找到 新的女朋友 就像你上一次跟她分手 迅速就和高中同学 去吃饭了 去聊天了 去接人家了等等 那可能理解为 你的性格相对随和 她的性格相对死板 但我认为还是你的用情 不像她那么专 在这段情中 没有使出权力 如果想要继续交往 你还真的得使权力 一点保留都不能有 因为她就是这么认真 这么追求 钉是钉卯是卯的人 你要这钉钉卯卯扣不到一起 你还是离她远一点 所以我觉得判断在你们的内心 自己冷静思考 做出评估 希望你们都能找到快乐 谢谢 好 谢谢颜老师 来 曲总 能等一下 我身上也没带水 我想帮她擦一擦 哦 去吧 好 能借一点 我身上也没带水 谢谢老师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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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里什么感觉 为什么你要帮她去擦眼泪呢 她哭我一定是不舒服的呀 很不舒服是吧 对 那我再问你 你怕她吗 我怕她难过 真怕她难过吗 我也怕她离开 我觉得你们俩之间之所以 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你根本就不怕她 不说不爱她 是不怕的 因为你骨子里是认为她幼稚 而且因为幼稚 所以觉得她说出一些话是不对的 因此你不重视她所说的话 既然不重视她所说的话 你怎么可能去在乎她的感受呢 所以在你认为她的不自信 是她自己的问题 其实她很多的不自信 是由于你给她造成的 因为她说了这么多的话 我不希望你这样 不希望你那样 但是哪句你听进去了 她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甚至于帮你再编短信 为什么要把你再录上 那几个在要前面加上的 和女朋友再录上 这种行为都做出来了 你还是不在 因为你心里对她根本 你说的做的 都是不正确的 所以说你依然 雇我的去做那些事情 所以你就一直在伤害她 然而你却不自知 你只是觉得说 当她给你主动分手之后 给你主动发一个短信 你马上就迎合说 好 我们复合吧 你觉得这是对她的爱 或者说你心里一直在想 我就等着你来给我复合呢 但是通常最主动说出 我错了 说出 我们能重新再来吗 说出我们能更好吗 这样的人才是最爱 对方的那个人 不能说你不爱她 不能说你不重视这份感情 但是不足够 每个人都有自己社交的方式 我以前 也是喜欢跟朋友们 说笑话 尤其是异性 有嘴滑舌的 但自从我有了女朋友之后 尤其是我们结婚了之后 她这种话 一直不会跟我说 说你注意跟异性的 尺度的把握 不会 因为我重视她 即使她不在我身边 即使她不跟我说这样的话 我也知道 我要自律 这一点你要做到了 你就真正的足够地去爱她 你所有的那些社交的问题 都会迎刃而解的 而她也会越来地越自信 因为在情感当中 她是不自信的 不意味着这个人本身 她有什么不自信 但正是因为你这种不在乎 不重视 使她觉得自己 有点自卑的心 所以真正爱她 就先把她放在心里 不要放在那种过程上 不要等她哭了 你再想起来 去给她擦眼泪 而是说 你一定不要让她哭 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图老师 那一张词又让你 回心转意了吧 我知道你很在乎她 但越是在乎一个人 却越不能依赖一个人 一个主持人 问一个六十多岁的男演员 说你怎么保持 这么好的身材 那个男演员说 我饮食上有一个特点 我越是喜欢吃的东西 我越控制着吃 我越是不喜欢吃的东西 我越是放开量去吃 因为在我看来 我认为我喜欢吃的东西 也许吸收得更快 你明白这意思吗 你越是喜欢一样东西 越是依赖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越要保持 跟她之间的聚名 否则你不能很好地爱她 更不能很好地爱自己 她为什么今天在舞台上 一脸有嘴滑舌的样子 自鸣得意的样子 那是因为你用你种种的行为 用你的自卑 用你的眼泪 用你的看手机等等等等 在告诉她 不要离开我 因为她知道 她无论做任何东西 你都不会离开她 于是你就变得廉价 当你跟一个商家说 你这东西无论买多贵 我都要了 那你觉得 她还会在乎你这个客户吗 我们说我们可以喜欢一样东西 但不能被这样东西所牵绊 所以如果你爱她 你首先更要爱好自己的自尊 否则的话 你肯定不可能得到这个男人的尊重 你不要因为一个女人喜欢你 你就可以放纵自己 你就可以用种种跟其他异性之间的暧昧 来考验这个身边很喜欢你的女人 你看看 我再怎么样平嘴 她也离不开我吧 我再怎么不听她的话 她照样还是回头来找我吧 你现在是得意的 但是这样长此以往的接触下去 人总有一天心会变两个事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的确谁离开谁不会活不下去 你明白吗 没什么好得意的 年轻的时候也许有些男生嘴都贫 你贫那两句过过瘾 你很舒服 希望你以后改掉这点毛 如果说你真的那么在意她的感受 你即便是嘴痒 你也会有所控制 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话 其实两个人能在一起是一场深厚的缘分 能走多远 要靠两个人共同的努力 记住啊姑娘 越是爱一个人 越不要依赖一个人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陀老师 送你八个字吧 管好自己 认清对方 我觉得这个对恋爱当中的人来说 或者在情感有纠葛的人来说 都特别重要 管好自己就很简单了 只要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我有我的标准 我有我的尺度 违背了我的尺度 认你是谁 再见 认清对方 也是一样 我得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其实我们俩在刚才的过程当中 用了一大段的时间我在问你 你怎么判断这个人 因为人对人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阅历不一样 经历不一样 感受不一样 相处时间的长短不一样 我们对人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的判断就很重要 男生其实也是一样的 得管好自己啊 也要认清对方 恋爱当中就没有大麻烦 好了 接下来一起 真情六十秒 我们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那些你不愿意我做的 但是我做的 但是让你很难过的事情 我会慢慢改的 但这不是一蹴而就我的事情 它一定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 我也希望你 以后不要再对我那么苛刻 那么小心眼 不然我会很累的 我其实知道我的脾气不好 而且一冲动起来 有的时候都不看场合 你也总是说我幼稚 说我小孩子气 但是这些我都会愿意慢慢改掉的 但是咱们两个 关于一性朋友的问题 真的是我的原则性问题 不管你说我小心而已好 还是怎么样 我真的都是接受不了 虽然你每次都妥协了 但我不知道你以后 会不会真的改掉 好 谢谢两位的真情对白 好特别 女生先说送男生的这个记忆是哪一段 这个是之前你买给我的 就是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摊上看到的 然后我就看着他 然后我就准备拉你走 你说你要是喜欢就给你买了吧 我说算了吧 这么幼稚小孩气 我不是小孩了 你说我就是喜欢你这么孩子气 不知道为什么 在你眼中慢慢地 你曾经说我的可爱 现在都变成了幼稚 男生那个纸巾是怎么个意思 这个其实就是 我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哭了 我们之间的感情 也许就像这串纸巾一样 会越抽越少的 就是说我希望你以后 尽量开心 开乐一点 谢谢两位的分享 先回吧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观看我们的完整节目内容 来吧 看看这一队的选择 请开门 请开门 差不多了吧 来 邀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你 来 两位 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以后我们就好好了吧 来这儿一次我觉得 爱情毕竟是要互相理解的 我觉得我也爱你 你也爱我 我们就应该好好的 喝完乐乐的 不应该再吵架了 我以前总觉得你小孩 原来我也小孩 以后我再也不说你小孩了 那我们就陪着对方一块长大 请亮灯吧 来 姑娘 要弹就开开心心地弹 好 谢谢两位的到来 请回吧 谢谢主持人 谢谢老师 谢谢观众朋友们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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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